我們平常都會 大家同仁之間會相互提醒 第一個 你進到命案的現場 我一直強調 人家是一個是生命的結束 但是他是用生命來成就我們的專業 然後他其實都是一個 背後都有很悲慘的一個故事 你去了你可以很輕忽嘻笑嗎 職業生涯中 阿三思你有沒有看過 令人最恐怖的一幕 你真的是有嚇到的 還是說阿三思這個33年 已經不太會害怕 其實我這個過程 其實也蠻辛苦也很痛苦 每一間老房子又矮又舊 然後燈光也不是很亮 然後晚上睡覺都是打地鋪的 以前警察很可憐 因為沒有那種指示給你 因為那個地方很窄 因此我那個周邊就 掛了很多的屍體照片 結果只要晚上睡覺一睜開 就會變那個屍體照片 就你的正面就看到了 會被嚇到 對啊 然後要把照片 一張一張的貼起來 不要晚上嚇到 很痛苦調適了三年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臨宅學案 因為現場我去了 那時候我是菜鳥 真的是菜鳥 我上面有組長 有學長等等這些帶去 但是很臭巧的 當天是我值班 所以值班的人叫 承接這個案子的 後續會診的工作 但是所有的工作 就有一些組長 帶隊照其他同仁來幫忙 包含現場的財政 屍體的香業 都是我要做的 結果我去看 最主要是那個阿嬤 阿嬤她身上的中了 一二十刀 手上很多抓刀的 你看 然後那胸部 那個頸部都被刺了 血像瀑布一樣的 流到從那個樓梯 因為它是一個L型 從一樓往地下式的樓梯 她剛好在那個轉角的地方 我們研判 她要去找那個雙胞胎女兒 剛好就碰到 就在那個樓梯口就壓直 然後非常淳朴的一個婦人 就這樣被殺 還有那個雙胞胎女兒 結果她們兩個呢 長得一模一樣 因為同卵雙胞胎 被殺的那個位置 也一公分不差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阿嬤卡在中間 所以就沒有人下去 所以等到阿嬤呢 驗屍抬上來之後 有人再用一個木板 跨下去找 沒多久呢 她就大叫 兩個小孩子死在地下室 阿嬤驗完屍之後 把小孩子抬上來 那時候呢 我印象最深刻 脸非常的驚恐 非常的可愛 結果法醫 偷偷跟我講一句話 剛時不久 我都會去想說為什麼這個案子 我破不了啊 到今天還是破不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呢 像我們有時候常常要看皇曆 就農民曆 哪一天是大凶 那你看現場可以看皇曆嗎 不行 發生就是要趕快去 發生就是要去了嘛 所以基本上這些 我們是比較不在乎 可是呢 還是有一些我們要注意的 我們平常都會 大家同仁之間會相互提醒 第一個 你進到命案的現場 我一直強調 人家是一個是生命的結束 但是呢 他是用生命來成就我們的專業 然後呢 他其實都是一個 背後都有很悲慘的一個故事 你去了 你可以很輕忽嬉笑嗎 所以使者不尊敬 這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要忌諱的 所以連新來的 我就特別要求他 你進入解剖室 你進入一個命案現場 你面對實體 虔誠恭敬的心 那另外當然跟著習俗 我們鬼月七月還是會拜拜 當然你看警察單位 消防單位都一樣 不能拜鳳梨 這個就大家 旺旺 還有那個鳳梨酥等等 都盡量沒有 還有呢 有的人會講說 最近好像沒有什麼案子 他說主任你不能烏鴉嘴 一講就要來了 一講明天就來了 我常常講 劍士是一個良心工作 完全存乎一心 你是怎麼做 你是幫使者申冤 不用怕他 其實這些也沒有辦法去顧忌到 當然在早期的時候 這狀況是真的 我們講那個陳金星案件 我相信就是槍戰現場 他直接在那邊拍 他幾乎是跟警察 就只有一步的距離而已 而且沒有拉線 所以你說記者在早期的話 因為他們第一個 大家沒有這個概念 第二個他們會聽消防頻道 警察頻道他聽不到 像那個方寶方的案子就發生過 第一個到的是記者 怕說記者的腳印之類 去混到那個 其實已經腳印都踩進去了 他踩進去了 而且拍到屍體了 幾個屍體都拍到了 結果那時候怎麼辦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警察去了才會拉封鎖線 他拉之前早就拍完了 但是會帶走證物的比較少 會影響破壞現場的比較多 那現在我們警察都有管制 有三道封鎖線 第三道 第三區啊 最外圍那一區 其實有開放新聞採訪區 就是給記者 425 確認 1 1 2